那你知道吗 根据新报的一项调查 每五个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吸管 而每八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在购物的时候使用塑料袋 不过近年来环保意识开始得到重视 那早前政府出了宣布 将会逐步禁止使用塑料的吸管以外 今天联邦直辖区部长卡丽莎默也宣布 从这个月15号开始在联邦直辖区 也就是在吉隆坡 布城还有纳米全面禁止一次性使用的塑料袋 如果大家真的真的要使用的话 就可以付23去购买可生物化解的塑料袋 那么消息一出 对吉隆坡一带的商家还有居民 他们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炎热的天气来杯清凉解渴的饮料 你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塑料袋和吸管随处可见 虽然根据调查 国人使用塑料制品的习惯难以马上摒弃 但是记者今天走访吉隆坡磁场街以待发现 大部分的商家和消费者 对于联邦直辖区即将落实 禁止使用塑料袋和塑料吸管的措施 表示赞同 对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些 replace straw 那种metal straw啊 也可以自己带自己的water tumbler出门啊 我自己本身也有metal straw 也会用metal straw 生意当然是要做吧 但是在成立做的期间 其实政府推出这样测试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方案啊 因为可以长期来看的话 其实是很好的 在跟上全球脚步 响应限制使用或者禁用塑料品的趋势之下 有人支持 肯定也有人反对 认为政府这样的宣布会带来麻烦 毕竟塑料用品已经深深地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了 我是觉得很不方便啊 如果自备的话 所以与其如果说我们不要用啊 甘愿就别用了 禁止就比较不衡便啊 不支持啊 如果要代用啊 可以代替就OK咯 如果没有代用的代替 那我们就变成了 那么就加两口啊 就是我们做熟悉 然后有很多客战要包的东西 他们没有代替 那么我们做不到生意 那么对我们会选失一些 民众觉得不方便 商家更是担心会影响生意 但是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 政府在这些议题上 也做了很好的起步 然而环保课题 不能只是单靠政府单方面推行 人民的环保意识 也必须跟着提高才行 从小我们都是打包 在外面直接打包 所以现在是要时间去进行这些东西 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我是支持的 因为我觉得环保的东西 也不能只靠政府 就人民要来配合一下 所以我觉得是OK的 是的 政府不断给人民时间 适应没有塑料的日子 毕竟大家都知道 塑料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只有大家的互相配合 我国才能在2030年 达成零吸管和塑料袋使用的愿景 再次 两个月 并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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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开